好 天氣倒數計時 這梅雨封面預估在下週二 開始會影響臺灣 除此之外 在這個西太平洋上 近期有機會生成 今年第一個颱風 艾維尼 住戶停電 露宿青島 馬路淹水變成小河 去年海葵颱風侵襲 造成全臺各地嚴重災情 而今年的第一個颱風 恐怕也會影響臺灣 艾維尼最快月底 就有機會生成 十七號各地陽光露臉 景山區有零星短暫雨 週末兩天是逢國中教育會考 受到氣泉市封場影響 東北部地區有機會出現 局部較大雨勢 下週一封面接近 全臺水氣漸增 容易有震雨或是雷雨 週二開始封面影響各地猶雨 尤其中南部得留意剧烈雨勢 一直到週四 全臺都是濕大大的天氣形臺 因為這個從南海地區 這個低壓的分布 跟北方這邊封面系統結合 那整體來說呢 這個臺灣附近的水氣都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樣子類似的圖像 大概是週二 週三 週四 差不多這個封面都是在我們臺灣附近 去印象我們臺灣的上空徘徊 臺灣正逢梅雨季至流風有望帶來連續性降雨 不過氣象粉專就指出 未來西太平洋上升成今年首台艾維尼的機率越來越高 如果颱風走向很接近菲律賓 就很可能把梅雨封面破壞掉 導致臺灣的梅雨季被迫暫停 它比較近一點 它本身就是一個天氣系統 那它在旋轉的過程當中也是需要水氣 它可能會把部分的水氣 可能就是被颱風這邊吸收掉了 那它在靠近的過程當中 也會去影響整個大環境的西南風 那造成說整體西南風的配置呢 可能就沒有之前那種旺盛的梅雨 影響的時候的這麼的完美 太平洋氣流勞動不過是否會在近期形成颱風 氣象鼠認為機率不大 還要再觀察 預計下週才會比較明朗 季節交替 天氣變化大 時時刻刻保持警覺有備無患 記得追蹤一種SNG小組